一传媒并购案昨天下午在澳门签约了 黎智英将台湾媒体卖给了郭仲亮等组成的新团队 由于金管会要求产金分离 也因此买家多了第四方 而反对并购案的一百多位学生持续在行政院抗议 他们还试图闯过警方的封锁 结果爆发冲突 有学生昏倒送瘾 一二一 小心 一二一二 一二一 我们就在一传媒并购案签约前 夜宿行政院的学生试图闯过警方封锁 还有人在翻过铁门时 衣服被扯了下来 场面相当火爆 同学停止 同学停止 第二波冲突发生在礼拜二中午12点左右 突然有人朝警方投掷水平 学生队伍同时慢慢向前推进 约十分钟的推进结束后 救人因为身体不适倒地随即送医 不要拍 不要拍 175亿你可以买到一传媒这块招款 几数千名员工 但你们买不走我们的灵魂 李智英 道歉 一传媒 加油 27号中午过后 一传媒前总裁李智英正式将台湾的媒体事业售出 签约案在澳门进行 四大买家都相当低调 由律师代表 而在签约定案消息传出后 香港一传媒股价随即小涨3.9% 一传媒股价随即小涨3.9%